欢迎来到IOH讲座 首先高雄的女妈妈想要告诉大家 孩子记得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放胆去竹梦吧 那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要说的 跟大家介绍成功大学 还有工业设计系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设计课以及系上的活动 最后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首先先自我介绍 我是成大公社三年级的谢雅云 那我高中是台北的师大附中毕业 我原本读的是第三类读 那我只靠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也填了成大的物质、纸质 还有生命科学 那我原本也是想要念三类组的科系 但我最后上了成大公社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小转折吧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可能去读设计系或者是走不同的路 然后从台北到台南 其实我刚开始也是觉得满心期待 觉得住校的生活可以学习独立自主 那很幸运的是我家人也很支持我 平常台北 原本台北的同学就是大部分都留在台北念大学 然后会听他们分享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的大学生活 留在台北其实就跟高中一样 让我觉得很庆幸自己来到成大念书 那介绍一下成功大学 在进成功大学之前 我对成大的了解就是在火车站的旁边 所以在火车站旁边 然后生活机能很方便 那真正进了成大之后才发现 哇成大真的很大 还记得我刚搬进宿舍的时候 第一天我就问学长姐说 宿舍会离公社系馆很远吗 我每天一定要骑脚踏车上学吗 学长姐就说 公社系馆在斜对角耶 如果你每天要走路的话 那应该会很累 所以我之后就再也没有走路去系馆过了 然后成大的校区也很多 所以刚开学其实在找上课教室的时候 也研究地图研究了很久 那另外因为成大是综合型的大学 所以我们有很多学院 那不止你自己系上的课 你可以修其他没有兴趣的课 就是可以跨领域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承担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 团队合作的精神 就是我们除了系上的课程 其他很多通试课啦 各种课都会有很多分组的作业 那其实我觉得它有优点也有缺点 缺点可能是你碰到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你可能会不小心被他雷到 或者是平常很难联络 可是其实这样也可以让你认识一些其他系所的人 然后做一些交流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经验 再来我想要介绍工业设计系 很多人对公社系有一些迷思 像是是不是觉得公社系的人都很会美工 很多社团啦或是校友会都喜欢找公社系的人当美宣 然后帮忙做海报做logo做社服 可是其实公社系学的不是单纯的就是平面而已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误会 那另外会觉得是不是公社系的人工业 那是不是都是在设计一些大型机具 或者是一些工厂有关的东西 其实不是我们设计的东西跟一些机器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另外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平常都穿得很时尚 设计系的同学嘛 是不是都很会打扮自己 可是其实大家也误会了 我们平常的样子可能都非常的邋遢 因为我们要去做模型 或者是盆盆起 如果穿得太漂亮都会弄脏衣服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 如果要来工作室做作业的话 也不太会打扮 那如果很晚睡的话 其实早上也没有什么时间再打扮自己 那既然大家有这么多的迷思 公社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是我们要看见人的需求 然后去解决问题 去解决大家会碰到的一些 用得不顺的事情 然后像是我们会设计各种产品 然后你生活中看到的各种产品 大部分可能都跟公社有关 那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 可能是一开始的发想 然后我们会brainstorming 画一些新制图 然后最后再开始sketch 我们脑中的想法 然后sketch是越多越好 就是老师常常要求 给我100张sketch吧 然后再来表现技法 也是我们的一门课 它主要是在我们的sketch之后 然后我们用 我们用麦克笔 就是我们设计系 大部分的人都会使用到的麦克笔 叫Copic来上色 上色之后 然后再画一些明暗 让别人能够一看就清楚了明了 我们的设计想要表达的样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不只是纸上弹冰 我们也会做一些模型 然后做模型从草模到筋模 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真正了解 产品做出来的样子 会是什么样子 就不只是原本平面看到的样子 有时候你做起来一握才发现 原来不顺手 然后就会去修改原本的图 然后再来是建模 建模是我们会 建模是一种3D的 电脑的3D软体 然后可以利用精准的建模尺寸 然后来做出看起来像 就是看起来如我们设计所想像的样子 然后稍微讲一下公社在产业中的定位 其实蛮广的 就像如果是一些比较大的 像是汽车的设计 可能公社在里面的角色就是造型设计啦 或者是专门建模或者是负责色彩的 那如果是比较小型的像是家电的话 我们可能就比较单一的负责整体的设计 就是某个产品整体的设计 那再来是我们系上的资源 其实我们系上的资源没有很多 像是工作室 大一到大四都各有一间工作室 那我们平常会在工作室里面讨论啦 或者是做我们的作品 平常可能到两三一两点 晚上一两点两三点工作室也都还亮着 所以工作室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一样 但其实平常它不是长这么干净 就是刚整理完的样子 平常它可能非常的脏乱 因为我们做完作品就会整个背盘狼藉 那我们也会不时的就是良心发现 然后来整理它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系上的工厂 我们系上有小家工厂和大型的木工厂 然后工厂里面都有一些小型的机具 可以让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使用 然后我们系上也会有CNC啊3D练义机 让我们做模型 那我想介绍一下工设系的特色 工设系的特色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很会熬夜 可是其实每个设计系都是这样 但就我个人而言来说我觉得 就是熬夜习惯了之后 其实会比较习惯在晚上做事 那你越晚开始做事 然后就会做到更晚 所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感觉 另外其实工设系真的蛮花钱的 就跟大家想的一样 我们从大一开始的一些设计课的作业 也就会开始很花钱 那我们主要花钱的地方是花在像是材料费啊 或者是我们送工厂的费用 然后有些是买我们工具的钱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麦克笔 我们是用Copic 那一支麦克笔就要80块 所以其实你整个买起来也要不少钱 那另外工设系有一个可能会被大家羡慕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考试其实很少 不像大家有期中考周、期末考周 就是我们比较没有 我们主要是每个礼拜都有做不完的作品要教 那跟其他学校的工设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就是我们大一要念物理还有微积分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痛苦 但是学校觉得有这些课程有它存在的必要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这样念 那再来介绍一下工设系常用的软体 虽然我们很常用这些软体 可是其实其实系上有些没有开课程教 就像一些平面的软体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学 像是第一个AI Illustrator 它是一个平面的软体 主要是我们可能在做海报啦 排版或者是拉一些图的时候用的 然后第二个ID InDesign 是主要做作品集或者是 做作品集排版的时候用的 那PS大家可能比较知道 Photoshop就是修图片用的 所以我们平常在制作作品集的时候 可能会三个档案同时 三个软体同时开着 然后互相档案修好照片 然后传到作品集啦 或者是拉好图传进作品集 然后这样使用 然后最后一个Solidworks 就是刚刚提到的建模软体 是电脑的3D软体 那我们系上有开基础的Solidworks课程 但如果你要更精进自己 还是要靠自己学 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系上不教这些 那我如果不会 是不是就不能毕业了 其实也有些人到大四 对于这些能力还是很不足 但他们还是可以毕业 只是我们大三大四 会有很多的分组作业 可能你没有这些能力 你就会找不到组员之类的 然后再来我简单的比较一下 成大跟实践的公社 我觉得实践的公社 他们的课程比较硬 然后比较注重在实作 像他们的作业 从大一开始 感觉都是比较大规模的作品 可是我们的课程 我觉得成大公社的课程比较多元 然后比起最后作品 比起最后我们产出的完成度 我们也许不一定那么的完美 可是我们的中间的设计流程 是我们花比较多时间的地方 然后有些人觉得如果不会画画 是不是就不能来上公社了 其实画画是可以学的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创意 如果你没有创意的话 你想到的别人也都能想得到 那为什么非你设计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创意是我们进公社之后 要很努力的培养的能力 还有一个是观察力 如果你不仔细观察就是身边的事物 你可能不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你没有发现问题 你就不知道要从哪里去着手来解决 那我要介绍一下大一到大四的设计课 大一是基本设计 大二是产品设计 大三是工业设计 大四是毕业设计 那我们的设计课程 一个礼拜都有六个小时 那这六个小时可能 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平均成就是两三天上 不是 是某一天的一整个下午 从一点到七点 时间很长 但是虽然有些老师也不一定会上满 那大一的基本设计 为什么我会觉得它不堪回首 是因为当时是每个礼拜都有 一个新的作业 所以你可能时间不够 你不足 不足以把它完成到你很满意的样子 可是你下个礼拜想要修补的时候 又有新的作业了 所以你根本就是在做一些 你自己觉得很不完美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不堪回首 那这是我们上课的样子 我们会围成一圈 然后把作品集中在中间 然后老师一个一个 听我们的创作理念 设计理念 然后跟我们分享 他觉得可能怎么样做会更好 或者是他看过怎么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大一主要在练习的 就是一些元素 像是点线面 或者是认识材质 主要是在培养我们的基本功 其实我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的美感 老师不是直接告诉你 什么样的东西是美的东西 而是让你看过了很多很多之后 你就自己心里就能比较出 原来什么样的东西是美的 然后这是我们设计课的一些作品 上面的是用铁丝 然后在木板上面打动 然后利用线来做出立体的感觉 然后下面的是我们一个竹筷子的作业 老师希望我们用竹筷子 然后用各种方式结合来做出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 可是因为为了环保 所以不能买 不能买新的竹筷子 我们就要到处去收集 然后我们当时去夜市 然后一个一个跟摊贩说 可不可以拜托帮我们留下客人使用过后的筷子 然后我们就收集完那些筷子之后 回家洗 用漂白水洗过好多次之后 然后再拿去晒 我觉得是很棒的经验 然后再来是大二的产品设计 跟大一比较不一样的是 不是做一些可能看起来美美的东西而已 是它是要真的有功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终于做出一些像样的东西 那还记得我们第一个作业就是金属雷切 金属雷切就是雷射切割 然后我们会先用AI拉一些土之后 然后送去工厂帮我们雷切 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送工厂 所以觉得很新鲜 那看到成品出来的时候会觉得 哇原来我用电脑拉一拉图 然后真的可以做出食品的感觉 然后这是我当时做的相框 然后做完之后会觉得 哇好神奇喔 然后大三的工业设计 我为什么会觉得它好麻烦 是因为工业设计跟产品设计不同的是 你要考虑很多 像是一些零件的规格啦 或者是一些限制 所以你在设计上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妥协 不能做你想要的样子 然后这是我们的期末连展 我们每学期都会有在期末都会有连展 是大一到大三会放自己整个学期的作品 所以我们每到学期末都会非常的忙 为了要修补自己的作品 让自己的作品在展出的时候是最完美的状态 那新一代是一个在每年在五月都会台北举办的设计展 很多设计系的学校都会参加 那我们学校是大四的毕业设计 会在那边展览 其实系上很鼓励我们大一到大三的学生也都能去参观展览 因为那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设计系 再来我想介绍一门我们系上很特别的课程 是绘画课 这是我们老师上课的样子 就是他会在黑板教一些每个礼拜他想要教我们的技巧 然后我们就会在下面跟着一起画 那你会发现就是他是一个很要求完美的人 然后他的画都很简洁 不会有一些多余的笔触 你也会发现他不是只有画而已 他画之前会先打格子 这也是他要求我们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上那堂课 他就会先发一个五乘五的格子表给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这是不同角度的方体的透视 那有些比较常用的角度 我们就必须要背起来 就是闭起眼睛眼能画出对的透视 如果我们透视画的不对的话 就会有反透视的问题 反透视简单来说就是前面的东西应该要比较大 然后后面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小 可是你不小心画的相反 这虽然听起来很荒谬 可是其实是一件蛮容易发生的事 我当时大一的绘画几乎每个礼拜的作业都会有 就是小小的反透视发生 那老师应该他很要求完美 所以其实他也很在乎纸张的品质 如果我们的交的作业 我们的作业都是A3的 如果我们交的作业上面有一些折道啦 或者是五字他就不能接受 那再来是我们系上很 很 会大家都知道就是背R 背R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去redu 可能老师觉得你不够认真不够用心 或者是他不满意 他就会请你回去重做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 因为你下个礼拜就必须交两倍的作业量 那这是我们绘画课上面的一些作品 其实你仔细看会发现上面我们都有先打格子 然后才画出我们想要的 因为不能就用猜的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系上的活动 我们系上的一个特色活动就是校庆的绕场 我们每年绕场都会就是创意进场 我们会选定一个主题 然后来做一些装扮或者是做一些道具 像我们大一的时候 我们选择主题就是Marvel 然后我们利用短短的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用我们尽我们所能 然后做出各种服装或是道具 然后这是当时的照片 就是我们在操场上 就是全场注目的焦点 除了觉得很骄傲之外 也是一个我们刚进大一没多久 第一个的班纪活动 所以其实也培养了很还不错的感情 那再来是公社周 公社周有点像其他系的传情 可是他们一般系卖的东西可能是外面买来的 但我们卖的是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某一年卖的 是木头的雷射切割的钥匙圈 然后下面附一块镜子 那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学习一些 学习一些可能销售之类方法的一个管道 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宣传 或者是怎么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这个在我们系上的主要一个目标 其实也不只是对外宣传 也是为了让我们增进我们系上的感情 可能我们可以多认识一些学长姐 或者是培养一些感情 再来是公社营 我们每年暑假都会举办给高中生的公社营 那我们公社营主要想要带给高中生的 就是一些课程的体验 像我们会有主题引导 或者是模型课 然后表现技法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戏剧的课程 想要让他们体验就是公社系 都在过怎么样的生活 那我们最后公社营结束之前 他们每个高中生也会有一个自己的设计 然后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公社 公社营带给我的是一个危机处理的能力 就是有些高中生可能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所以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 这对于培养之软实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再来是想要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 我大二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创意基层制造比赛 其实创意基层制造就是3D列印 我们最后的成品是要能用3D列印来印出来的 那主题是灯罩 我们要做一个符合台南意向的灯罩 那我是跟一个学长一起参赛的 当时我们就一直在想 怎么样的东西是非3D列印做不可 就是一定要用到它的特性 然后这是我们最后设计出来的灯罩 我们是以古迹为主题 然后因为台南有很多古迹嘛 然后用大南门大东门还有小西门 然后做成比较同趣版的三角形状的灯罩 然后当然我们最后也得到了还不错的成绩 那这次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 我学到的不只是可能3D列印的一些技术 我也跟学长学到了很多 我们一开始在发想的时候 我们看了一些素材 或者是一些别人制作的东西 当时看了我觉得看完好像也没有什么想法 可是学长边看就会边心想到一些 特别有创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靠经验的累积 还有一个不断思考的感觉 我觉得很值得学习 那另外一个经验是我们系上办的海峡两岸设计 我们每年都会在春假举办这个活动 让系上的同学可以跟北京交大的同学 我们跟大陆的同学做交流 那我们当时主要跟的是北京交大的同学 那还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 会觉得那里的环境很差 就是空气污染啊 然后食物也很辣又很难吃 然后隔天就觉得好想回台湾哦 然后我们在跟他们一起讨论的过程中也觉得 因为我们的背景可能不一样 有些他们有些设计系是理工的背景 然后有些人是比较偏向学平面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发现 我们比较偏向我们会先可能找到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想可以解决那个问题的各种方法 可是他们比较偏向他们会直接想到一个方法来解决某一个问题 然后他觉得那就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沟通上碰到很多的障碍 他会觉得如果北京的环境这么糟 然后跟大陆的学生也无法沟通 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办 然后为什么每年办了都还是会有学生参加 可是我觉得其实虽然跟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可是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就是你不走出去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的 那另外我觉得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就像他们真的很会表达 有些人他也许脑子里面没有这么多的想法 可是他还是很能讲 那相较于台湾的学生可能比较不敢表达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输了 就会被他们牵着走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还蛮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当然去北京不可能只有做设计 我们也安排了很多时间去观光旅游 所以这应该也是吸引大家会在春假的时候 想参加设计营的原因 那另外我今年暑假也去台东短期打工换宿 那其实我们系上有规定 毕业前一定要实习两个月 很多大二的学生也会选择在暑假的时候去实习 可是为什么我当初没有选择实习反而去打工换宿 是因为我觉得实习 我还不确定自己的方向 那如果我硬要去实习 我随便投一家公司 那最后上了也许那也不是我想要的 只是因为大家都去实习了 所以我也跟着一起去实习 所以我就决定 如果大三的暑假都要去实习的话 那我决定在大二的暑假 最后一个暑假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所以我就选择了去打工换宿 那其实我们去打工换宿 我跟我同学一起去的 我们主要也是去当设计小帮手 我们做的事情像是一些设计印章 或者是海报 然后粉刷墙壁 店面的设计跟露营区的规划 但是跟我们想象中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不是专门去做设计的 我们每天上班还是要做一些 跟其他小帮手一样的事情 像是雇电啦 或者是去洗衣店帮忙 去民宿帮忙 然后这些设计是我们下班之后 要自己回家做的 所以蛮令我们压抑 也让我们有不少的小抱怨 可是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体验啦 因为我们每天就是六点过后 在台东就是没有事做 所以有一些事情 然后也是算可以 让我们的晚上没有这么无聊 然后我们也每个礼拜 有两天可以排休 所以我们几个朋友 我们就约了一起去蓝宇玩 然后我们在蓝宇也有很特别的体验 然后我也觉得 这次打工换素交到了一群 很特别的朋友 像是我也碰到了我高中的隔壁班同学 我们原本根本没有见过面 或者是也认识了一个 利用半年徒步环导打工换素的男生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棒的体验 也让我的暑假变得更丰富 那最后我想要讲的是 我大学到现在 我觉得我学到了些什么 那我曾经在一本书上面看到 它说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n't afraid 就是如果你毫无畏惧 你会怎么做 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要思考一下 如果你不害怕的话 你是不是会过一个可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那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很勇于挑战的人 可是在大学的生活 我也为自己勇敢过了很多次 那你愿不愿意也为自己勇敢一次呢 然后我也觉得大学 在大学四年累积实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累积的实力不只是你可能系上学的一些专业的课程 还包含一些软实力 像是人际关系啊 或者是一些管理方面的能力 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大学四年学习这些 然后到你毕业的时候你回头看 你就会觉得 我大学都做了些什么 然后你已经没有下一个四年可以让你 学习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还有我也想告诉大家 就是上 不管是你在高中还是你上了大学 你都不要害怕你自己没有方向 因为有些人上了大一上了公社 可能就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 然后就会开始转系啦或者是转校 也有些到大三大四之后 还会觉得自己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觉得没有方向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害怕 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样 只要你确定这是你想要走的路 然后你不断的去尝试吧 然后可能经过去实习啊 或者是听别人分享一些他们的经验 慢慢的找到自己方向 就是不用着急 然后这是我一些大学时候的经历 然后谢谢大家来听我IYH的讲座 好 好 感谢观看